剛才這個張三正講也有盜中的 然後他關於說這個就是接下來 因為要這個六年的罷免 謝國良的情報已經啟動了 他希望邀民眾黨一起幫謝國良的生意 你們會來接這個錢嗎 這個我一直期待說齁 今年這個總統大選之後齁 台灣社會應當是一個政黨和解 社會和諧兩岸和平的一個台灣社會 結果我一直看到 不是我們所期望的那樣 那對於罷免態度是這樣 這個選舉罷免創制覆決 這是人民參政的基本權利 所以我們也認為這個沒有必要去變來變去 但是我們非常反對 罷免成為這個政黨仇恨動員的工具 那所以我們在星期五 立法院黨團會議他們開會的時候 我們的結論是這樣 這個門檻要變動我覺得不必要 因為這個好像當年的公投你知道齁 每次出問題就這樣移來移去你知道齁 讓台灣的法律失去的一種尊名跟一致性 但是我們發現在罷免的過程當中 那個連署齁 我就發現奇怪 怎麼那個總統副總統那個連署齁 跟這個罷免連署是條件不一樣 特別像這個罷免為什麼變成政治仇恨動員工具 因為他只要提供姓名 還有身份證據還有跟戶籍住主 這根本就是每個政黨大家條件拿來抄抄的 你知道齁 我猜很多人都是被連署的 不是要真的跑去連署的 所以我們也不太贊成 我們目前這個罷免變成政治仇恨動員工具 所以覺得是這樣 門檻不要動啦齁 但是連署的方式應當更嚴謹 不應當讓連署齁 連署在後面的罷免變成一種政治仇恨的工具 這是我們目前的看法 主席不過柯建民警告說 就是藍白合作修法第一個遭殃的 會是民眾黨縣市的議員被罷免光 形同被滅禮 那如果你們投自己的話 同樣是保送本黨修法 怎麼看柯建民這個說法 這個就是一樣齁 那你怎麼不怕你們民進黨都被罷免 所以齁 這種就是 打人的用嗆聲你知道齁 這個對台灣稅有好處嗎 那你確定民進黨不會被罷免齁 真的還假的 不要再搞這種事情 我真的 我對這一段時間 這個台灣政團的現象感到非常厭晚 那我會擔心說 就是這樣子的說法 會被綠營這邊解讀說 等於是變相的提高了罷免 我覺得罷免還是一個嚴肅的事情 我們保留人民罷免的權利 我也不知道說一次當選 保證做完四年 這不對 所以罷免的權利是要保留 但是我非常反對目前這種政治動員的這種手法 主席這個謝國良的罷免案有可能成案喔 您怎麼看 做得好做得壞 還有一定的標準 我倒覺得這樣 今天這個罷免案很清楚就是政黨仇恨動員 但是我覺得最後也沒完沒了 你罷免我的我就罷免你 整個台灣社會又開始陷入混亂 我起疑過來這到底要搞什麼鬼 所以當家不鬧事你知道 我才覺得說不需要這樣 我不樂見看到目前這種局面